还记得被三十多只猎狗围攻 最后却咬死对方女王的雄狮吗 注意看 在他给猎狗补刀时 一群成员上前偷袭 想就走首领 结果又有只猎狗身受重伤 不过成群的猎狗战斗力很强 他们被称为草原二哥 还有个恶名叫韬钢兽 雄狮叫梅拉 他守着猎狗首领 故意背朝他们 今天他已经杀红了眼 但此刻失去女王的猎狗家族 群龙无首 已经不敢上前了 梅拉突然转身一个霸气的眼神 吓得身后的猎狗都后退几步 面对一死一伤又失去首领的战局 猎狗已经没有勇气上前了 其实猎狗跟狮子是竞争关系 虽说猎狗的体型跟战斗力都不如对方 但他们是群聚动物 而且还是韬钢高手 一头母狮咬住了猎狗 先后又跑来两只母狮加入战斗 周围的同类已经不敢上前帮忙了 成年母狮的战斗力 差不多等于三四只成年猎狗 单挑的话完全没悬念 这只猎狗已经受了重伤 等待它的将是残酷的现实 眼前四只母狮围攻落单的猎狗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成为狮子的下午茶了 相对来说 强壮的雄狮几乎能秒杀猎狗 甚至不给它站起来的机会 既然是竞争关系 对母狮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特别是落单的母狮被猎狗群发现 所以想赶走猎狗群 必须组队出击 至少有两只以上的母狮 猎狗很有心机 时常会咬死狮子幼崽 为此经常有母狮组队 专门找猎狗报仇 像眼前这种四只母狮组队的情况不多见 不过战果也相当让人满意 此时猎狗同伴根本不敢上前 要注意的是 猎狗咬合力惊人 常有母狮会被咬伤 另外年老或受伤的熊狮 面对猎狗群也将是生命的终结 在几十只猎狗的围攻下 这只年老的熊狮 可以说是凶多吉少了 甚至会被掏钢 猎狗在数量占优的情况下 甚至敢抢狮子的猎物 如果是母狮的话 它们早就上了 毕竟猎狗实力跟猎豹差不多 它们时常跟狮子抢夺食物 又常骚扰偷袭母狮 甚至咬死狮子幼崽 所以在非洲草原 常常能见到熊狮捕杀猎狗 这也是游客喜闻越见的场面 不知道为何 大家似乎都不太喜欢它 但是你或许不知道 狮子一般是不吃猎狗的 除非跟它有仇 这只熊狮带领成员 袭击了猎狗家 幼崽也不放过